哈哈哈哈 别哭 你把今天马上吃开过来跟我一起吃饭啊 诶 你们吃什么呀 啥想吃啥我都不知道 反正我想吃饺子啊 诶 那你吃什么馅儿了 随便 随便 随便就等于全部呗 今天就满足他们对饺子的一切梦想 饺子最盛欢迎的馅儿 也就这六种了吧 那关于调馅儿 首先过年必吃的猪肉百菜大葱 关键是这碗花椒水 也不要调太稀 不然不好包 肉馅儿类啊 都是要顺一个方向卷拌 第二个肯定韭菜鸡蛋啦 鸡蛋要一下锅就迅速搅散 一定要放凉再混合韭菜 不然韭菜就烫熟了 再放点虾仁 味道更鲜 第三个西葫芦鸡蛋是牛宝的最爱 一定要先撒点盐杀出水分 这个搭配啊好看又好吃 第四个鸡肉玉米香菇 鲜的好吃 第五个酸菜馅儿好吃的关键是猪油渣 再加调味和葱花 这个馅儿香绝了 最后鸭找我来个霸鱼馅儿 大鱼馅儿好吃的关键是这勺猪油 没想到吧 还有牛奶的加入 最好吃的六种馅儿够用了吧 那关于制皮 彩色的饺子皮就不用多说了吧 公主们请截图 我做饺子皮吧 一般都会图省事 用压面筋压成片 再扣圆效率高 包出来的形状也好看 过年嘛 都要包点跟平时不一样的 很多人喜欢白菜饺子 这个皮就是用原色和菠菜色套色来的 第三种是棉花糖配色 就是几种面拧绳的方式 切成剂子就像棉花糖了 可以做新年的氛围饺子 第四种用边角料混一起 这样能擀出扎染花纹 那各种花色的皮就搞定了 最后是包法 第一种大肚饺子 中间一捏两边一挤 紫一块白菜饺子就是这个包法 第二种圆宝饺子 平捏转过来再捏住饺 这是个小圆宝 第三种月牙饺子 捏出一个褶 封口再捏再封 就是多褶又好看的月牙了 咱就营造个氛围感 第四种花边饺子 这种就是对上花形 一个一个压住就好 小白专属 今年是龙年 我肯定要露点才艺啊 那么花式 用黄黄透色做的饺子皮 再用花边加元宝捏法捏出饺子 网上五块钱的小龙模具 抠出配件 就能贴出个可爱的龙头饺子了 要是不嫌费命 可以一片片贴出个龙铃 切成正方形 包个方饺子 放一起 像不像一条长龙 这绝对能经验你年夜饭的饭桌了 我家有雕牌 看着洗清洗得还干净 过年就得放开吃放开玩 不用拍衣服的脏 这款雕牌出军营养洗衣液 里面有SRP因子 能轻松拨有甩字 而且还有国家发明专利技术 出军出蛮都不在话下 有了它 牛宝现在可会洗衣服了 你也有服好吗 我有啊 我们都玩去吧 待会把你们准备表演的服装也洗一下 淡淡的薄荷清香 也是你们年轻人喜欢的 哇塞好干净啊 这薄荷味真好啊 嗯 这就叫洗上加洗中国年 咱们换上干净的衣服 接不纳洗 迎新年了 煮饺子去 这种传统包法用煮的 有造型的 真的 龙年 当然要吃红红火火的 醒龙饺子 饺子来一下 哇 这么有失业 饿死我了 这是六种下手 盲水 直接一口一个 什么下 嗯 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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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出来 但是葡萄菇它好吃 我这饺子你们也吃美了啊 能不能给我表演的节目 好 我当机都已经准备好了 来啊 那走 我会消遇啊